美國的外交事務 這個集資好網站好 做了一段時間做了一個調查 問一些專家 問了六十幾個專家 到底現在這個世界 用權力分佈的話 是否一個單極世界 這個就是問題 Did the unipolar moment ever end 完了沒有那個單極世界 問一些專家 發表於2023年5月23日 他覺得要知道這件事 所以他就approach dozens of authorities 幾十個有認識的人士 結果是甚麼 我們看看結果 我看不明白結果是甚麼 縮小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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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 是不是代表數字 我不知道 應該是代表數字 7 有一個人 4 2 加起來 非常之不同意 他問是否更加像單極世界 所以這些人認為現在像多極世界 這裏有些人亦是不同意的 這個非常之不同意 這個就沒有那麼不同意 中間這邊就是沒有意見 這裏就是同意 現在仍然是單極世界 有一個 而垂直是甚麼 垂直就是你對你自己的估計 認為有多準確 我發覺原來在這邊說到非常不同意 有七個覺得自己所給的意見是非常之準確 對這邊來說 亦有三個不同意 所以這裏就是 不同意 現在仍然是單極世界 非常大信心 有七個 相對於這裏 現在仍然是單極世界 完全不同意 有三個 這個相測 而我現在看到一個很明顯的 線可以拉 向下斜過去 即是一句話說 認為現在已經不是單極世界的人 自信程度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 比起 認為現在仍然是單極世界 那個自信程度更加高 有這樣的約莫 因為資料不太多 所以可以看到 另外中間有一些人頭在 這裏就是 說出他對自己的自信程度 例如這裏 這個叫做 Ragel Manlon 他就是 Grand Strategy Program 在Defense Priorities 的一個 director 他對自己的認知程度是9 非常之高 認知程度 這裏沒有細節 另外這個 沒有影響的 就是來自芝加哥 Cancel on Global Affairs 國際事務的 芝加哥的評論員 他對這裏有9個自信 認為自己 這個沒有什麼自信 這是誰 這是來自Ford Foundation 是一個哈佛大學裏面的Professor 沒有什麼信心 Unutral 他自己不敢 有什麼主見 而下面這裏 他把部分人的答案 放了出來 但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選擇這些 不選擇那些 即是選擇方面 為什麼會選擇 我不知道 有些人說出他們 同意或不同意 以及把他們自己本身的 資歷放在這裏 為什麼這班人放出來 那班人放出來 我也不知道 所以這裏中間 有一大堆 不明白他們到底是為什麼 而現在我們留意到 有一些像中國人的名字 或者是像我們亞洲人的名字 其實相對來說好笑 一直找下去 到現在都未見 有的 有兩三個 這個仍然未見 一路都未見 這裏仍然不是亞洲名字 一路下來都不是亞洲名字 當然 他在美國做的調查 當然是問美國人 所以這裏仍然不奇怪 這裏仍然有一個 這裏仍然是在Princeton University 這裏仍然是在Princeton University 這裏仍然是中華人的名字 這裏仍然不同意 認為現在已經是一個多極世界 這裏仍然是一個多極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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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仍然會令大 I strongly agree only to the assessment that global distribution of power Ok is becoming bipolar 什麼 變成二極世界 再看清楚這題目 題目是你同不同意今天的權力仍然是單極世界 unipolar 單極世界 他說什麼 I strongly agree only to assess distribution power is becoming 是越來越bipolar 雙極世界 所以他應該是disagree 網站根據這個看法 Johnny agree is becoming bipolar Becoming bipolar 但他當作人家極度同意仍然是單極世界 各位 這些網站的水平 真是 唉 我會 거지 我會看到 我還會看 我會看到 負責